皇后崩世 待许多事情 她还是致死不认 致死不认 坐下的事也是坐下了她 朕知道皇后 她在乎朕 在乎名位 在乎大清的嫡子 在乎傅察师的荣耀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她放不下的事情 皇后已复杀师的百年荣耀 还有福祉 向朕发誓 折命皇贵妃难产而死 冷宫放舌 勾结慧贤皇贵妃 谋害皇子 以及拟重砒霜之事 她都毫不知情 臣妾不信 苏联和莲心 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心腹 不如 传苏联和莲心来问话 来人 姆菜菜 传苏联和莲心 喳 皇上 皇上不必去换苏联了 苏联已经处逐而亡 苏联逐而亡 遭了皇后娘娘 苏联逐主吗 是 皇后娘娘崩世 清雀坊 本有许多要事要料理 莲心便寻不着苏联 只好知慧奴才一起去寻 谁知 后来在岸上园里的石桥边上寻着 寻着时 人已经在石桥的柱子上撞死了 逐主是光明正大的事 苏联为何偷偷的 李玉 你让玉湖 去查查苏联的尸身 练心呢 练心不安 已遂奴才过来了 正在外头候着 让她进来 喳 皇上晚安 贤贵妃安 练心 皇后的病 不是一日两日了 你和苏联同处一处 可知 她早有训主之一 苏联一直牵挂家中病若老母 希望来日可以出宫侍奉左右 苏联牵挂家人 那怎会突然训主 莫非是因为 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畏罪自财 李公公 苏联是皇后娘娘的奴婢 她若有罪 那皇后娘娘成什么了 若想自裁 苏联也不必惦记着家人了 是 是 皇上 奴才失言了 变心 皇后娘娘和苏联都做了什么 你总该略知一二吧 奴婢自回到皇后娘娘身边伺候 许多事奴婢因为未能近身 所以蒙然不知 奴婢侍奉皇后娘娘多年 也算知道她心性 皇后娘娘虽然爱自情妾 将端慧太子之轰迁怒于您 也忌惮您曾是敌辅尽人选 但奴婢觉得 许多事她犯不上去做 为何犯不上 皇后娘娘会因私心而行事不当 但许多事她无畏去做 更怕做了会牵连她最重视的 傅察氏荣耀 还有她日夜期盼的太子之位 如意 皇后的丧仪 皇后你还要多操劳 皇后一审了 早点回去歇息吧 苏练 也算是伺候皇后那么多年 她的身后事 朕要交代零星几句 是 零星 你能为皇后娘娘说这些话 也是难得 你的意思是 有些事情有可能苏练之情 而大型皇后未必知情 苏练是大型皇后的心腹 她的所作所为 难道不都是 是受大型皇后指使吗 大型皇后出身归宿 哪里懂得什么食物 性温性寒 便是什么蛇眉引蛇之事 也是丝毫不懂 你的意思是 除了宿链和大型皇后 还有人牵涉其中 背后指点 大型皇后平日 除了与惠贤皇贵妃 来往较为密切之外 还有谁 纯贵妃 家妃也常常来往 但家妃与惠贤皇贵妃 面何心不合 家妃平日口无遮拦 是个直性子 纯贵妃心里只有孩子 其他也没什么 那奴婢也不知了 总不会是 复查夫人指点吧 罢了 你肯跟朕说这些 已经很好 朕许你出宫 好好度日吧 谋必多谢皇上 让他想照顾 好 第一立志 你已经曾希望 早 jur二 吃完 这大堂 还要请我 奴婢也为奴不忠 就让奴婢到地下再跟您请罪吧 你